欢迎大家来参加 珊瑚泉华人尽兴教会的主日崇拜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也是充满荣耀的神 在哈巴古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讲到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 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 都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花些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末道 预备我们的心 奉主的名 我们开始敬拜 今天的宣召经文在诗篇九十八篇 四到九节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 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用琴和诗歌的声音 歌颂他 用号和脚声 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 愿大水拍手 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 因为他要来审判遍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公正审判万民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圣洁荣耀的主 我们一起来唱诗第八首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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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欢乐歌 永高 顺顺着是乐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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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永无更改 荣耀与赞美 归善一阵声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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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圣千百福 歌以跨离 尽管 封城大座之前 千万天君 天使 千金崇拜 赏处 喜哉 而今哉 永哉一万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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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藏黑云里 吹冷眼的 尘望 赠处为何容光 圆哉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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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彼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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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身材 温持永无等药 荣耀与战火 归山与真山 我们的神不仅是圣洁公义的神 也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 真神之爱 当我们唱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思想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 恩典和慈爱 神神之爱 味道无穷 口舍笔墨 难以形容 高潮逐行 神的地 仓阔高盛 是无相同 始终犯罪 堕落应酉 神前爱之拯救 是我罪人 与神可好 赤免一切罪有 哦 神之爱 何等丰富 味道无限 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神徒 颂养 谁当将来 世界该换 地位王权 过眼云烟 命万世人 不靠真神 末日苦难 无事求善 神大痴爱 终不改变 光大坚定 春泉 将恩所远 救赎恩典 天是神徒 无数养 哦 神大痴爱之拥 无数养 我身在爱 何等丰富 味道无限 无量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是神徒 颂养 分开征 赵兰児 azazs Madison 尼德 《三原刘典》 吴声之淡 велicem 经时供天堡 为指状 替闭溜 世上海洋 当世博碎 全球温人 集合康康 好君子里描写深恶 海洋卧水会干 安全随藏无天连天 既能描述观点 啊圣子爱河团丰富 味道无邪无聊 永远坚定 永远不变 天使圣子颂扬 是的 我们的神 祂的爱是极其的丰富 祂的爱是永远坚定 祂赐下祂的爱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祂用祂的宝血来救赎 凡事愿意悔改的人 不但如此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自己也就成为了 教会的根基 为了在爱里面 来更新和建造 祂的子民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四百五十八首 教会根基 三百五十八首 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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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从天上将时间来寻找祂信仰 祂为教会设生命拥抱学来救赎 一阵道隔水街 尽甘心见着付出 不是只有一家会 来自万方万筑 梦逐渐选得救赎 一心一敬一主 宁守同一地兵被 称颂为耶稣 心怀一样的盼盼 通向无限出发 教会成招手困难 经历试炼争择 祂很信任爱期盼 那永远的平安 有一天祂要看见那荣耀的情况 令教会中逼得生 永远开个担心 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 我们要来到祢面前 赞美祢 因祢的慈爱 祢的信实永远不变 祢是我们在一切世上的盼望 也是我们所倚靠的神 父神 祢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祢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长长地提醒我们自己 在祢面前进行祷告 能够保守我们 真的是有一颗 谦卑顺服的心 让我们不要陷在骄傲当中 不要陷在自我为意当中 父神 我要为祢的慈爱 献上我们的感谢 数算祢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恩典 也正是祢的怜悯和慈爱 保守我们的教会 和弟兄姐妹每一天的需要 我们为之献上我们的感谢 天父 我们为美国献上祷告 特别是正在进行的美国的大选 天父 我们坚信 祢是那掌管世界一切的主 祢是那不停止工作的主 祢的时间也从不错误 祢必看顾祢的子民 因此我们完全仰望祢的主权 仰望祢的大能 愿祢的旨意成全 愿祢的旨意能够保守美国这个国家 也能够行在祢的旨意当中 天父 我们向祢祈求 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神的儿女能够明白祢的旨意 知道什么是当行的 什么是我们应当顺服的 赐个我们智慧 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 天父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当中 处在各样困难当中的家庭和弟兄姐妹 献上我们的祷告 也求祢与他们同在 在这样动荡的环境当中 我们恳求圣灵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真的从祢的话语当中 能够得到力量 因为我们若更加认识祢 我们就更明白祢的旨意 天父 你的信意是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为祢做美好的见证 并且将福音传给世人 正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所说的 神差遣爱子来到世上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饶恕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让我们凡事有温柔 有谦虚 有忍耐 用爱心我们能够彼此联络 祢愿圣灵帮助每一位神的儿女 在主里面能够藏怀盼望 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永远的国度 将来我们也要与主同享荣耀 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看见那荣耀的景观 是的 主帮助我们实时地倚靠祢 帮助我们谦卑顺服 帮助我们过一个和神心意的生活 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以下是神的话语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在 腓立门书一到七节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弟兄提摩泰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 斐立门 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应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 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弟兄啊 我为你的爱心 大大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 从你得了欢快 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在网路上面的朋友们早上好 主内弟兄姊妹 网上的朋友 大家早上好 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经过一周 感谢主平安的带领我们过去的一周 是的 我们过去的星期二 我们虽然这个大选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们知道结果还未曾正式的公布 在星期二的大选已经决定 但正式的公布还未收到 所以我们继续的为我们国家来祷告 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国家来祷告 无论谁中选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统 无论哪位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统 我们还是继续的 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 我们仍然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的信息已先 在我开始信息之先 我们一起来背诵十月份的经文 我们一同背诵十一月的经文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背 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六到第七节 菲利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 好 准备好了 来 菲利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一无挂力 凡事 只要凡事借助 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 感谢神的话语 常常在我们心里面 常常鼓励我们 常常感动我们 鼓励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因为你爱我们 主啊 感谢你 你爱我们 主啊 你让我们 能够来敬意神 你自己的大爱 主啊 也借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主 让我们能够一起 活出祝你自己的爱 借助周围的弟兄姐妹 我们活出主你的爱 主啊 我勤求你今天 借助神你自己的话语 再一次来鼓励 主啊 再一次来勉励我们 主啊 今天借助你的话语 再一次鼓励 勉励我们大家 让我们看见 我们属于主你的儿女 主啊 我们在主你自己的家中 我们应该如此的 我们 如此的 应该怎么样的生活 主啊 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主你的话语的 祝福每一位听主你的话语的 主啊 也给我们有这个能力 能够活出主你自己 华语的信实慈爱 祝福我们能力 活出主你的信实慈爱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大家都知道 神的恩典 在我们家中增添了 一位小孙子 感谢神 在牧师家中增添了一个孙 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在疫情当中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儿媳妇怀孕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却有一些的担心 在疫情当中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 儿媳妇怀孕 我们确实是有点担心 所以九夜生产 这个baby 很顺利的平安的 这个生出来 这个baby在九月 顺利的样出生 也感谢主 baby跟母亲 他们都健康 都安全 感谢主 他们母子平安 所以我们也感谢 在教会许多弟兄姐妹 为我们的家庭 关心祷告 也感谢主来的弟兄姊妹 为我们家庭祷告 过去的周二 就是在大选那一日 我们的儿子 还有呢 我们的亲家 所以他们从德州 开车到 明尼索达 在星期二大选的时候 我趁家和儿子 平安跟开车 去到明尼索达 所以我儿子是从德州 要搬到明尼索达 其实我儿子就要在德州 搬去明尼索达 所以我们在想说 选大选日 星期二来去搬家 在意这个旅途上 是否安全吗 所以我们也请求 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 为我们祷告 那我请求弟兄姊妹 为我们祷告 尤其在我们星期四 我们这个全家会祷告 我们在祷告小组里面 我们分享 请弟兄姐妹 为我们的儿子 他的搬家 他的旅程 一切平安来祷告 那我们礼拜四 就在祷告会 特别为这件事祷告了 也谢谢弟兄姐妹 为我们家 再一次的向神祈求祷告 感谢弟兄姊妹 为我们的家人 保守他们平安 献上祷告 所以儿子也顺利的搬家 搬到明尼索达了 所以儿子呢 顺利的搬家去到了 那我为我们在教会 为许多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来向 为你们感谢神 为弟兄姊妹 我们的感谢神 感谢你们关心 感谢你们 为我的家庭来祷告 感谢弟兄姊妹的关心 和为我家庭祷告 弟兄姐妹 当你遇到有需要的时候 当你心里面烦恼 你是否能够把你心里面 这个烦恼 能够分享 给你的弟兄姐妹 请她为你祷告 弟兄姐妹 你心里面有烦恼 有需要 你会不会将 你这个需要 和弟兄姐妹分享呢 你是否愿意 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生命 让你在树林家里的成员 也能够来分享 分享你在生活里面 不同的事情 那你内心有负担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 给弟兄姐妹去 分担你这个 生活上的困难呢 那你在树林家庭 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的关系 是否亲密 亲密 甚至亲密 像你自己 亲生的 兄弟姐妹 那样的亲密的关系 那你在树林的大家庭 和你的弟兄姐妹 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好像 你自己亲兄弟姐妹 那个关系呢 你有没有渴望 渴望说 我怕不得在教会里面 有几位有知心的 弟兄或者是姐妹 让我们能够 一起分享生活 分享生命 你有没有渴望 你说在教会里面 我们有大家熟灵的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去分享生命 有熟灵的守望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一段的经文 就是在腓立门书 我跟大家看一个经文 在腓立门书 腓立门书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节第七节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主要的信息 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 主要这个信息是给我们要认识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家中 我们能够共同活出基督的爱 这就是这段经文 所要带给我们的重点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 带给我们的重点 先开始讲一下 有关于 介绍一下有关于 腓立门书的背景 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腓立门书是在新约圣经 这个是新约圣经 是提多书以后 然后是在希伯来书以前 中间的一张这卷的书 在提多书之后的中间的这卷书 这一张只有二十五节 这一张只有二十五节 所以它是一卷书信 这个是一卷书信 它有书信的格式 有这个格式 那书信的格式通常是包括这四大类 包括四大类 首先有开头的问安 有开始的文案 所以同样的在腓立门书 第一节到第三节 就是开头的问安 一至三节是开头的文案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在第四到第七节 第二段是第四节 通常在这个书信的格式第二段是 有关于感恩 还有呢 写书的这个作者的 向神的一个祷告 第二节呢 就是这个感恩 是这个作者向神的一个祷告 所以当他祷告感恩结束了以后 就进入到第三段 就是信件的证文 第三节呢 就是信件的证文 在腓立门书是八节到二十二节 在腓立门书是八到二十二节 所以这篇书里面主要的就是一个请求 这个书卷主要是一个请求 然后呢 第四段呢 就是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就是末了的问安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最后的文案 腓立门书是一卷个人的书信 腓立门书是一个个人的书信 叫腓立门 他是大业是在祖后六十年 就是保罗被这个下到监狱 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段时间所写的 就是保罗被下到监狱的时候写的 所以他在罗马不但是写了腓立门这一卷的书 他也写了哥罗西 相信这两卷书是同时候被送到这个目的地的 当时呢 腓立门书和这个哥罗西斯 是同一时间去送到的目的地 所以这卷书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 那这卷书主要是讲什么呢 是使徒保罗为欧尼西姆 是使徒保罗和这个欧尼西姆 欧尼西姆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为欧尼西姆来向这位腓立门来求情 是为他向这个腓立门求情 欧尼西姆呢 是一位逃犯 他是一位逃跑的奴隶 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 当他离开他主人家的时候 也偷了他主人家的一些东西 他当时呢 有价值的东西 他当时走的时候呢 他是偷了他主人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那这位家族呢 是谁 就是腓立门 那这个主人呢 就是这个腓立门了 腓立门也是一位主内保罗的弟兄 所以欧尼西姆当他逃跑以后呢 他跑到哪里 他跑到罗马去 那现在这个家族呢 他逃跑呢 就去了罗马 所以能够这个混到这个大城市里面 所以没有人就能够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那他跑到这个大城市 混在当中 那也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 但神的恩典 神自己的作为 使到这位逃犯的奴隶 认识彼得 以及彼得带这位奴隶信了主 所以这卷书的目的就是 保罗写信 给毕利门这位主人 也是主内的弟兄 叫他要饶恕 饶恕 欧尼西姆 那让毕利门能够再次 能够接受他这位逃走的奴隶 那他就叫他接受这个逃跑的奴隶 不单只是他过去的奴隶 而是接受他成为主内的弟兄 那叫他接受他过去这个奴隶 成为他今天的弟兄 所以希望经过 两次我能够把这一卷 毕利门书能够来讲给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这个毕利门书 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 能够看见一个真正基督徒 彼此之间的相交跟关系 那我们就看到 真正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相交 然后我们基督徒 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 我们如何活在这个教会里面 那我基督徒怎样活在教会主里面呢 那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保罗他是在罗马的建议里面 刚才我讲到 保罗当时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那毕利门呢 毕利门是在这个哥罗西的另外一个城市 那这个毕利门呢 是哥罗西的另一个城市 所以这件书信呢 毕利门书 这是透过 奥尼 透过 推积鼓 还有呢 当时候 也是奥尼 推积鼓跟奥尼师母 两位 把这个信 带回 给 弗利门 那现在是透过他们 推积鼓 把这个书呢 带回 弗利门 基督徒 我们在 主的身体里面 我们 如何 提出的 这个 有香蕉呢 那我们基督徒 在主里面 怎样比起有香蕉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一同来看 今天的经文 在第一节 对不起 这是第一到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一下 第一至第三节 讲到 我们在 主里都是一家人 那我们讲到 我们在主里面 都是一家人 在这个第一节 跟这个第二节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在基督里 有许多的童工 这里讲到 保罗在基督里面 有很多童工 保罗是写 弗利门的作者 保罗是写 弗利门的作者 而弗利门呢 他是 主要 这个收信人 那这个弗利门主要的收信人 那当保罗 开头 问安的时候 那开始问安的时候 他也提到 他有另外一位童工 提摩泰 是跟他一起 在罗马 那他提到 有一位童工 提摩泰 跟他一起在罗马 保罗自己 自称为 基督耶稣 被囚的 那保罗自己说 他是基督 里面被囚的 就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 就是被 关在监狱里面 提摩泰 是在 陪着保罗 可是呢 提摩泰 不是被 关在监狱里面的 那提摩泰 陪着保罗 但是他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 不是因为他 犯了什么罪 那保罗呢 被关在监狱里面 不是说他犯了什么罪 因为他 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被犹太人 所抓 所要这个 处刑的时候 那他关在监狱里面 就是因为他 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他就向罗马的王帝 要来这个上诉 那他就要向罗马的皇帝上诉了 所以他们 这个罗马 就 兵呢 就把他 这个 从耶路撒冷就送到 这个罗马去 等候 这个 审判 所以他被捉了呢 在 拿去等候这个审判 所以他不是犯了什么国家的律法 他乃是因为传主耶稣基督 名的福音的缘故 而被求 他不是犯了什么律法 而是他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被拉到去罗马那里 囚困 所以请大家注意 你看第一节 他怎么称这个腓利门呢 我们看第一节 他怎么样称呼这个腓利门 他称腓利门是他的亲爱的童工 他称这个腓利门是亲爱的童工 你们看到他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吗 那你看到他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不是一般这个写书性的 一般的俗语 所谓亲爱的腓利门 童工 那这些不是一般的俗语 乃是在这个书性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对腓利门 他那种的这个爱情 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看到他对腓利门那个 爱心和彼此之间的关心 那谁是腓利门呢 那谁是腓利门呢 在保罗在他这个宣教旅行的时候 在保罗宣教旅行的里面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以弗所 他曾经一段时间在以弗所 他就在以弗所的时候 认识了这个腓利门 他就在以弗所那里认识这个腓利门 在十九节 就是腓利门书第十九节 保罗提到说 你欠我 在十九节 保罗说你欠了我 欠什么呢 因为保罗曾经向他传福音 带他信耶稣 因为保罗曾经向他传福音 令他信耶稣 所以腓利门是保罗 可以说保罗所传的福音 带他信主的一位主念的弟兄 保罗就是腓利门主内的弟兄 保罗不但是他属灵的父亲 他们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在一起传福音 一起的为福音工作 保罗是腓利门属灵的父亲 和大家一起同工 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建立了 跟腓利门有建立了 在主里面的关系 所以保罗和腓利门 是建立了一个主内亲密的关系 这个关系也是亲密的 他们关系很亲密的 那在这些书信里面 你看看注意在第二节 在我们注意第二节 腓利门是主要的收信人 那腓利门是主要的收信人 记得刚才我提到 这一卷是一个个人的书信 这个是个人的书信 那保罗在第二节也提到有一些人 保罗在第二节也提到一些人 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 亚基布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这位妹子亚非亚 很大的可能是腓利门的太太 也是在主里面的姐妹 也是主内的姐妹 然后第二节也提到第三个人物 就是亚基布 第三个人物就是那个亚基布 同当兵的 是一同当兵的 那这里的当兵不是说 拿刀拿剑一起去打仗的勇士 他这个当兵不是去 拿着刀枪一起去打仗的士兵 这位亚基布是保罗在传福音的工作的战友 这个是保罗一起传港福音的战友 他们一起为福音来奋斗来努力 为福音一起奋斗努力 有一些这个解经家 说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 还有亚非亚的儿子 那我这个说 有可能就是这个腓利门 和亚基亚的儿子 但在圣经里面 我们找不到线索 也没有直接的线索 说明 证明这件事实 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到直接的线索 我们只能够猜测说 这个亚基布是一个教会的 哥罗西教会的领袖 那我看到可能 这个亚基布可能是哥罗西的一个领袖 也就是腓利门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位同工 就是腓利门在哥罗西教会的同工 虽然腓利门是一个个人的书信 但同时也写给腓利门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是腓利门的个人书信 但他也写给他周围身边的同工和姊妹 以及在腓利门家的教会 以及在腓利门家里面的教会 在第一世纪当教会刚刚 信徒刚开始聚集的时候敬拜神 当时教会一起去敬拜神 那基督徒往往他们聚会的时候 有时是在圣殿的走廊上聚会 这是犹太人的圣殿 在犹太人的圣殿 那有时候他们会在信徒的家里有聚会 或者在信徒的家里面有聚会 去年我有聚会去到印度短圈 去年我有机会去到印度短宣 我所看见就是很像这里所形容的 我当时看到就好像在这里形容的一样 那有二三四人聚在这个门前 就在这个门廊或者是在燕子 所以他们就坐在地上 他们就听到他们就一起的查圣经 甚至于他们就在那里有主日崇拜 那有时他们就这样坐在一起 茶经啊 这样有聚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教会 这些呢就是家庭的教会 所以当时候是在腓利门家的一个家庭的教会 当时在腓利门家的一个教会 我们想想也知道 就是说在中国有许多类似的像这样的 这个家庭的教会 在村庄里面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教会 那好像我们中国那样 在村庄啊 有很多各个不同的家庭教会 对于腓利门她的太太 还有她的家庭 家就是教会 对于腓利门她的太太 她的家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她的家 那教会就是她的家了 你有没有觉得 很奇妙的 就是为何这封的个人书信 会也同样的会给她的太太 还有她的同工 甚至于教会里面的人 会来阅读 那你就说 为什么她的私人书信 要给她的太太 或者她的同工一起去问候呢 因为一个基督徒 他的生活 他的决定 却影响他周围的其他的基督徒 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决定 也都影响他身边的教会 和身边的基督徒 何况 腓利门是教会的领袖 况且这个腓利门 是教会的领袖 保罗要请求他 要让他做一个决定 一个私人 一个个人的决定 那保罗请求他 做一个私人的决定 这个决定会影响他整个家庭 这个决定影响他全家庭 也会影响他属灵的家庭 就是在他家聚会的教会 就影响他属灵的家庭 就是在他家里的教会 我们知道 保罗要腓利门 饶恕 还有呢 接纳这位已经信主的 这位逃犯的奴隶 那保罗就要腓利门去接受 这个已经是主内弟兄的逃犯 曾经从腓利门家 偷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曾经在这个腓利门的家 偷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下周会讲的更多 详细的里面的经文所记载 那下个星期呢 我会讲的比较详细的经文 在耶稣时代 这些逃走的这些奴隶呢 在耶稣时代 这些逃走的奴隶 他们如果被送回来 被人发现 被人抓到送回来 他们这个法律上呢 可以让主人来处置他们 甚至判他们死刑 那这些逃走的奴隶呢 如果被人捉了之后 送回去主人那里 其实主人是可以 惩罚他们 或者判他们死刑 那我们也要晓得 耶稣时代的奴隶 跟我们今天时代的 我们所谓我们的 认识的奴隶的制度 是不一样的 那耶稣时代的奴隶 跟现在的奴隶呢 是不一样的 在耶稣时代的奴隶呢 这些奴隶呢 也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一位成员 那耶稣时代的奴隶 就是家庭成员的一份子 那还记得 以弗所书第五章 跟第六章的教导吗 在以弗所书第五第六章的教导呢 也是保罗的一卷的书信 当他教导家里面的成员 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保罗教导家庭成员 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提到什么 他提到夫妻关系 他提到夫妻关系 他提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他提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最后他提到什么 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最后他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当时候的背景 这个是当时的背景 欧尼西姆这位逃犯的奴隶 欧尼西姆这个逃犯 这个奴隶 他现在身份改变了 现在他身份改变 他不但是一位奴隶 他的身份也是一位信主的弟兄 他的身份不单止是一个奴隶 还是一个信主的弟兄 如果腓利文 饶恕他 接纳到他的家的时候 是否他的家人 也同样的能够接受这位成员 那如果是他的家能够接受这位奴隶 不一定他家的教会的成员 愿意接纳这位信主呢 那他的家里面接纳这个成员 那他教会的这个大家庭 是不是可以接纳他呢 当时的社会会怎么样看这个教会呢 当时社会又怎么看这个教会呢 一个逃跑的奴隶 成为你们教会的会员 那你说腓利文 应该不应该来接受这位奴隶希姆呢 那你觉得这些肥利文 应不应该接受这个奴隶西姆呢 弟兄姐妹 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里面 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一幅的这个图片 那我们在第一二节看到这个图片 一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有许多的肢体彼此的连结 有很多肢体彼此连结 那我很同意有一位这个解经家 这个Anti Wright 他这么这样子的说 曾经有解经家是这么说 他说即使保罗写一封个人的信 即使保罗写一封个个人的书信 他在写信的时候 他也会考虑到腓利文的家 腓利文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合一 他也考虑到腓利文家庭教会的合一 因为腓利文个人的决定 却会影响他的家跟他的教会 那腓利文的个人的决定 将会影响他的家以及这个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 其实不单是我们个人的生命 我们团体的生命 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 如果腓利文他没有智慧 如果腓利文他不小心 也许他的名声就会毁了 那腓利文如果万一不小心 没有智慧去处理 那他的名誉就被毁了 甚至于教会会分裂 甚至教会分裂 那也有可能 这位逃犯的奴隶 虽然是基督徒也会被处死 那这个逃犯的奴隶 就算是基督徒 或者会有机会被处死 所以他们面临一个爱心 和信心的挑战 所以腓利文个人 也要面对这个挑战 包括他家里的每一位成员 也要来面临这个挑战 所以腓利文 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都会面临这个挑战 他们需要从上天来的 这个超越的爱 超越的能力 来去接受这位逃犯的奴隶 所以他要超越的爱同能力 再重新去接受 这个逃跑的奴隶 那我们也注意在 这个开头的问安 就是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第三节的问一按 愿恩为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同样的 这也不是一个普通 就是一个普通的术语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术语 就是我们一般 所谓的客气话 不是一般普通的客气说话 当保罗他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 当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 一方面他想到 他要向腓利门的请求 他想到向腓利门的请求 还有腓利门 跟他的教会 所要经历的这个争战 以及他的教会 一起去面对的争战 他确实需要 从神而来 从父而来 还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 他要神而来 和主耶稣由上而来的恩典 需要从神来的 所赐给他们合而为一的心 要求神赐给他 由天上而来的合而为一的心 让他们能够和谐的生活 让他们可以和谐生活 让他们有神真正的平安 有神真正的平安 就像我们背的 这个腓利比书第四章第七节 好像腓利比书第四章第七节 是靠着神 我们能够得到神 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姐妹 这是腓利门 当时候跟他的教会 所处的这个处境 所以这个是当时 腓利门和他教会 弟兄姊妹所处的光景 就让我想到 真的是我们基督徒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起的欢笑 我们一起的哀哭 所以我们 第一次之间 基督徒在一起 欢笑和一起 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 我们是连接的 我们是肢体 我们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基督徒 在一起 他的肢体 是彼此连结 何况在将来 在主的家里面 在我们永世的家里面 将来在我们永世的家里面 只有我们信徒 我们信徒 我们欢聚在一起 我们就没有分 分派别 我们没有分国籍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 一起的敬拜神 所以在神的家里面 我们无分国籍 是大家一同去敬拜神 有两件道理 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这一段 保罗的开头问安 写到功课 在这个开头问安 我们学到的功课 你看到保罗 他对同工的称呼 看到保罗对同工的称呼 同工不只是干事的 做事的 不管是做什么事的 而是一起共同 在主里面 一起流汗 一起受苦 为了传福音 我们就在主里面 被一起流汗 流血 一起都是为主的事工 然后呢 这个也是同当兵的 我们一起的 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一起的奋斗 一起的努力 我们同一切 一起去争战 彼此一起努力 我们看到他 跟其他 在哥罗西的教会 这些信徒 彼此之间 他们那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到他 教会之间 彼此亲密的关系 所以教会是一群 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聚在一起的地方 教会里是一群 蒙恩的人 一起聚集的地方 一起敬拜神 一起服侍的地方 一起敬拜服侍的地方 彼此之间 是建立于 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彼此建立在主内的关系 我们就是家里面的一位成员 我们是主家里面的一个成员 即使是我们没有血统的关系 可是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所生的 我们虽然没有血统的关系 但在主里面 一位主义生 我们彼此关心 彼此关心 我们彼此顾虑考虑到 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 彼此担顾弟兄姐妹的需要 这就是当时候我看到保罗 他的一种心态 就看到当时保罗的心态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不是为了 我自己要得着什么 我们来到教会 不是为了自己得着什么 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是因为主把我们 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使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已经建议了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 一个属灵的关系 主放在我们在教会 就是跟弟兄姐妹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到 你在教会里面 你的责任 你的身份 弟兄姐妹 有没有看到你在教会的身份责任呢 我们看见 有许多人把教会 这个当作一个就是去聚会的地方 也就是说像我们主事所说的一个俱乐部 有些人将去教会 当是一个俱乐部 在属世里面一个聚会 有时间我就来 没时间 那我就 我就不来 有时间 有时间我就来 不有时间就不来 其实教会不是这样 其实教会不是这样 教会是你的家 教会是你的家 你属灵的家 是你属灵的家 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继续不断建议 那属灵的关系 那你和弟兄姐妹 有没有继续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呢 彼此相爱 彼此关心 彼此相爱 关心 这是保罗 在他问安的 开头问安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 我们看到保罗 问安 就知道我们基督徒 应该有的关系 还有在这里 保罗特别地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在这个保罗所作的 被我看到 还记得他怎么称呼 这个腓利门吗 看到怎么称呼这个腓利门 他称呼腓利门为 亲爱的同工 他称呼他为 亲爱的同工 腓利门是他 传福音 带信主的 一位弟兄 我们过去一年 我们说我们教会 我们要开始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说我们教会要 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即使是我们没有在一起聚会 我们的方向没有改变 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在这儿聚会 但方向没有改变 我们要造就 能造就 门徒的门徒 我们要造就 造就门徒的门徒 对了 保罗 他带领 这位腓利门 信主以后 我相信 他有在栽培他 装备他 来造就他 他有栽培 造就 和装备他 邀请他 成为 他的同工 一起来服侍神 邀请他 一起同工 去服侍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他自己 不但只是 传福音而已 他也是在什么 造就门徒 所以看到保罗 不单止全封音乐 他还在造就门徒 以至于他跟这个门徒 建立的那么亲密的关系 以至他跟这个门徒 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 下一段 第四到第七节 四至七节 我们会仔细地来去思想 他跟这位门徒的关系 以至于 他要怎么样地 能够来 向他 有一个属灵的要求 所以他现在向他 有一个属灵的要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我们教会 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 你在教会里面 你来教会 参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你教会参加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教会 是不是为了 只单单为了学习 更多的圣经知识呢 是否只单单 想来学得更多的圣经知识呢 使你更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 让你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想这是不够的 我想这是不够的 我们看到从保罗的 这封信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在我们 基督徒的这个团体当中 我们不但是 我们在基督的知识上 能够成长 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 我们共同地能够分享 我们不单止在知识上成长 还要彼此之间的那个关系上 一起成长 希望 今天的开始 今天在这个腓立门 这段的这个经文的开始 就 能够来给我们 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否对教会的 伟生的程度有多深 所以在这里 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教会的属灵 生命上 伟生有多少 我们评估一下 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多深 评估一下 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有多深 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这样 把他 这个主内的弟兄姐妹 把他们当作 这个 自己一起 这个 占有 然后呢 在增长当中的 同伴 那有没有将 我们的 同伴呢 成为 增战的伙伴 如果我们 没有看到 我们基督徒在 主耶稣基督 身体里面 我们肢体 我们 个人的 这个身份 跟责任 看到在这个姿体里面 我们个人的身份 一个教会 很难 很难 很深入地 能够 这个进入到 这个 主所要求的 那个 教会的 这个 成长 那很难要求 力到去教会的 这个成长里面 希望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 希望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 再次 让我们 思想 我们 以教会的关系 我们 以弟兄姐妹的关系 再一次 思考我们 和教会 和弟兄姐妹的关系 今天 是跟大家 分享 头三节 今天 暂时 和大家 分享 头三节 我们下周 我们 继续地 来去思想 来去学习 有关于 在主里面 我们怎么样的 我们能够 互相 激励 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的爱心 下个星期 再鼓励大家 如何激励 在教会里面的 信心 跟爱心 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虽然 借助这短短的 这三节里面 主啊 感谢你 虽然短短的 三节经文 是一个开头的 这个问安 是一开始的问安 就让我们 看见主啊 我们在 主 你自己 的身体里面 主我们肢体之间 我们彼此的关系 是可以 如此的亲密 主啊 我向你祈求 主啊 你帮助我们 所有我们已经 信靠主 你的人 主啊 让我们有个 可目的心 让我们愿意 与基督的身体 连结 给我们一个 渴慕的心 与基督的肢体 连结 不单只是一个 挂名的连结 主让我们愿意 与生命的连结 我们不是一个 挂名的 希望我们是用 生命连结 让我们能够 跟主你连结 跟弟兄姐妹 连结 以及我们生命 有真正的 这个改变 跟成长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与主与弟兄姊妹 连结 让我们一起 能够在主里面 主啊 让我们以爱 能够相连 让我们在主内 相连 也让我们 能够来活出 主你自己 爱的见证 让我们活出 在主里面 爱的见证 主啊 即使我们在 这段期间 主我们不能够 面对面的 我们 我们不能聚会 我们不能有 面对面的 这个团契 即使在疫情当中 我们不可以 大家面对面 地有团契 主啊 我恳求你 主你赐给我们 灵里面的 即可 主让我们 愿意地 主啊 能够坦诚地 真心地 以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一起地 追求 基督里面的 合意成长 所以也有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灵里面 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面 有成长 主啊 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 求你祝福自己的教会 祝福我们 这三回全的教会 祝福我们 三回全教会 祷告祈求 奉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谢谢 陈牧师给我们的信息 提醒我们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在主里面 能够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也让世人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回忆的诗歌462首 相爱见证 圣灵的我们可以 在主里和为一 圣灵的我们可以 在主里和为一 更求主使我们早日 在基督里和一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知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一路同走 一同走 守前守 我们要一路同走 一同走 守前守 要同心穿着信息 神是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就知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一同工作 同共坐肩并肩 我们要一同共坐 同共坐肩并肩 我们彼此互相尊敬 维护各人生育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求知 我们是基督徒 一同赞美天赋 又赞美造物主 愿奉奉奉归于 父神独生祭主耶稣 愿奉奉奉归于 圣灵是我们而为一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求知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求知 我们是基督徒 优优独生祭主 我们要彼此相关 他仍在臨時努力的低被疤症 再弱了一種病毒的影響 接着期間會患者 患者會後被背要提供醫療 醫療症會更加合了一種病毒 讓快將病毒導致提供患者 這年將な月 我們推薦了我們 我們進行的教訓 就在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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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期限制的三週末 Tulsa University, where we serve over 13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se pictures,we're working with our Iranian students to serve an Iranian lunch. And we're doing other activities with students, from our community nights to hang out with them outdoors, going out for coffee,all for the purpose of getting to know these students,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them so that we can share Jesus with them. Our family also did our annual block party in our neighborhood, where we have lots and lots of little kids that we continu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inroads into these families in order to share Jesus with them. Of course, this year brought on a new challenge, COVID-19. And we had to look at how we do ministry. We had to be innovative and try new things and think outside the box. We did continue with some of our ministry, like our Furniture Fest ministry, where this year we collected over 170 pieces of furniture and got furniture to over 70 students. But we had to be innovative in how we did that. We couldn't do one large event. We also couldn't do our regular free international dinners over the summer. So we did a lot of outdoor walk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Overall, it was a very successful summer and we've seen many new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a new Chinese family, a mother and a father and a daughter that came to faith and were baptized in one of the swimming pools of our volunteers. The fact is, COVID-19 did not catch our God by surprise. He is completely sovereign over everything. And we have seen his sovereignty at work in our ministry over this year. God has been at work and w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participation and your suppor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one day sharing in this fruit with you 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 Thank you again. 聖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 主啊我们为我们三无全华人进行会我们向你感谢 主啊感谢你你爱我们的教会 主啊感谢你主你自己的旨意 主 你在我们这个地区 主啊 你设立了这个教会 主啊 吸引人能够来到 主 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 一起的敬拜 一起的服侍你 主 孩子为主啊 我们教母同工 向你献上感恩 感谢主你 主 你自己呼召神 你自己的仆人 能够在我们当中 主啊 我们一起的服侍 主啊 也谢谢你 主 你自己也呼召 我们的执事们 主啊 还有我们的同工 能够在这个教会 主啊 能够同心合一的 一起来服侍 来兴旺福音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向你感恩 主啊 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一起 主啊 使我们能够一起追求成圣 主啊 让我们能够一起 能够装备好我们自己 主啊 来等候 主你自己的在领 主啊 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 圣洁的一个媳妇 主啊 来配得 来配给主你自己 主啊 我们也为我们 远方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宣教士 主 我们向你祈求祷告 同样的主 叫我们也关心 也能够爱护他们 主啊 让我们也能够在实际上 主啊 也能够有主 你自己的爱心 主啊 让他们能够专心的 主 在他们这个宣教的工厂上 能够继续不断地来服侍你 主啊 接触神 你自己美好的果子 主 当我们要结束今天 我们在网上的聚会 担念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对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结束我们的聚会 愿神的恩典慈爱 与你们同在 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家 我们再会 圣灵的亲相爱 我爱的亲相爱 众人救治我们是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